大家好啊 在这个星光大城 就是走红毯啊 迪雷热巴的这个 喜欢的衣服呢 被杨子给抢走了 被选的这个衣服啊 被唐燕给穿了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结合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吧 查了查 结合网友的就是说一些留言吧 嗯 才弄明白怎么回事啊 感谢收看 没有订阅呢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 这个明星参加活动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礼服啊 这次红毯中啊 有网友发现 原本迪雷热巴 就是所选的礼服呢 最后穿到了杨子和唐燕身上啊 唐燕穿了热巴 上个月所选的这种备用礼服啊 从唐燕 就是走毯时所穿的礼服来看呢 确实和热巴 这个就是后背那张草图非常像 反正有网友直接点名了品牌 从这个红毯效果来看呢 唐燕之身就是花仙子这个裙子效果非常的好看啊 但有一点非常糟糕的是呢 拳子上面用黑色墨水记号笔 还有就是这些数字啊 按三四居然没有擦掉啊 直接穿上进行这么一个走红毯了啊 这可能是工作人员多么粗心啊 这个就是说这个数字呢 应该就是说是方便穿 省得就是说弄乱了啊 就是这个工作室呢 就是说精美修徒中啊 这些记号笔啊 这些记号笔啊 竟然没有批掉啊 非常失误啊 这个工作人员非常粗心 反正就是说唐燕的粉丝发现后呢 就是说非常生气啊 对这个工作人员就问啊 评论区啊也就是很多留言 顺带着这个唐燕 就是说没工作心啊 只想着老公孩子热炕头啊 反正唐燕呀 并不只是一套礼服 第二套造型呢 就是说一个品牌 2023年秋的这么一个品牌啊 就是说一身的这种好看的裙子吧 在唐燕身上 第一眼看到她呢 感觉非常的美啊 就是说这场红毯呢 就是说养子啊 换了总共三套礼服啊 比如说哪个最好看呢 就是说领奖的时候 那套黑色的最为亮眼啊 在妆容上 再加上这种灯光的加持 反正各种的显得比较好看吧 走红毯的时候 这套就是说蝴蝶群啊 效果非常有点不怎么好啊 由于就是说这个带子啊 直接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陪颤啊 两人站在一起合影呢 就是说会马上看得出来啊 反正至于这个 这个反正热巴吧啊 两个人 这个衣服呢 就是相似啊 毕竟就是挂在墙上了 只能说是被选 最后是因为这个养子穿了呢 还是他选择了一身这种别的礼服 暂时不确定啊 所以就是说截胡与佛啊 不好说啊 不好说 反正就是红毯之前吧 热巴的粉丝呢 也是非常想要看到他穿这身啊 非常可惜 如果这套礼服呢 就是说谁能 谁能穿出这种怨味的啊 估计 是得换别人啊 这种反正 奇奇怪怪的这种颜色吧 反正有人可以驾驭啊 热巴呢 这场红毯打扮的不太好啊 就是个妆容呢 有点就是说不好 为了体现这种立体感啊 这个头上的东西太多啊 太就是过于凌乱吧 这个工作人员呢 就是说在直眼他啊 结果就说 反正礼服不错吧 这些很多举动下巴啊 就是显得有点可爱啊 在领奖的时候呢 这个装扮非常不错啊 简约 不是优雅啊 反正是 哎 这个女性每次走红毯吧 啊 反正都属于是一场 明争暗斗啊 谁都想要 多要尽头 多出彩啊 就是个礼服上的 这种行为上啊 都要多下功夫啊 这场红毯呢 就是说 各种 是吧啊 比比皆是吧啊 而且大家收看啊 拜拜